比偷睡还严重。 刚刚,崔永元在爆猛掉,冯小刚要完了。 昨天,给大家报道了,崔永元又揪出一条涉嫌偷睡7.5个亿并威胁要干掉崔永元的明星夫妻。 而杨子黄胜一对崔永元的爆料一概不承认。 对于杨子否认涉嫌偷睡和否认威胁要干掉崔永元这件事,不知道大家怎么看。 前几年,网上爆料杨子婚内出轨包养黄胜一,杨子信誓旦旦地回应称没有的事,并发声明称和黄胜一是纯洁的革命友谊,并威胁要告网友。 结果呢?呵呵呵。 据悉,崔永元的相关证据已经提交有关部门,四天六千万也好,7.5亿也罢,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 真有意思,无论是冯小刚炮也好,饭爷冰冰也好,还是豪门杨子也好,碰到打上门来的崔永元,冯小刚炮闭门不出,饭爷冰冰慌忙道歉,豪门杨子喊助崔老师赶紧澄清不是我钱的。 崔永元首次娱乐圈,寂寞的连一个对手都没有。这些平常微风八面敌人物都在怕什么? 受崔永元爆料影响,今天,杨子所在的距离所距股票下跌,只等跌停而去。 一眨眼的功夫,杨子几个亿没了?花一股票更是连跌三天,损失已经超过三十亿元。 尽管冯小刚高挂面站台,你再怎么骂我,我就不出站,你小崔骂累了没有实锤我躲过这几天还是一条好汉。 但是冯小刚想错了,已经豁出去了的崔永元不揪出来冯小刚看来是不会收兵的。 昨天,崔永元又有情挂出了冯小刚在美国刚买的两套豪宅。 一套豪宅就要600万美金,折合人民币3600多万。 另一套价格400万美金,两套房产共计近6000万人民币。 冯小刚家有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。 在冯小刚的家里,客厅里挂一幅画就是2000多万,家里墙上挂住记幅画市值高达5000多万。 记者去他家里称像民工一样会迷路,有多打大家可以想象去吧。 如今,冯小刚又赤资仅千万美元在美国狂购豪宅。 可见,冯小刚有钱到了什么程度。 然而,很多网友们很快就从崔永元的这次爆料中觉察到了什么。 根据我国外汇管理规定,每人每年外汇限额不超过5万美元。 而冯小刚在美国的豪宅全部是美金出手购买的,那么说1000万美金是哪来的? 莫非是地下钱庄或者是通过洗钱渠道得来的。 随着对冯小刚的曝光,他当年和华裔那段最不愿意提起的往事也被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。 2015年,冯小刚和华裔签署对赌协议,华裔以10.5亿收购冯小刚1.36万资产公司。 华裔拿住股民10亿血汗钱10万杯以下收购一个冯小刚的空壳公司。 这中间究竟有什么猫腻在里面? 可能只有冯小刚和华裔电影知道。 这一次,众多猛了却遭,万众瞩目,冯小刚还会全身而退吗? 也有网友爆出未经证实的消息称,人在美国的范冰冰和李晨在赌场散心,一天再就输掉1200万现金支票每金连眼睛都不眨啊一下,这其中是否牵涉到洗钱。 对此事范冰冰方面一直没有出面澄清。 范冰冰身材好到爆,前凸后翘的,身段包持得曼妙耳朵姿,腰部曲线迷人。 她曾在节目上还讲过经常会喝梨,雨,茶,粉丝在逃,宝上找到,跟住她喝了大半个月,肚子都渐渐小了许多。 由此看来,明星们是真有钱,再者,国家的美元管制只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吗? 如今,这些富人们买房就像买白菜,动不动千万上一打水漂点睛都不眨啊一下。 王健林说人生要有个小目标,哪怕先挣一个亿。 不得不说,富人们的钱多得让人瞠目结舌,原谅我贫穷限制了小编的想象力。 难道我们中国人就这么有钱了吗? 写到这里,突然想到很多贫穷地区的孩子为了省钱,一天甚至只能吃一顿饭,而这些明星们一个垃圾桶都要几万块,公平呢?正义呢?说好的先,富邦。 厚,富呢? 但四天六千万的阴阳合同,涉嫌7.5亿的阴阳合同等不断爆出,原来这些明人们巨富的背后,竟然隐藏住这么多不为人知的龌龊和肮脏。 这也是广大吃瓜群众坚决支持小崔爆料到底和跟进到底的原因。 。 然而,党人钱财,崔永元已经数次遭遇死亡威胁,昨日,参与微博爆料范冰冰偷视的黄毅已经突然发布了这个微博,暗示小崔将可能再次遭遇死亡威胁。 与此同时,崔永元所在的中国传媒大学也同时发生,高度重视崔永元的安全问题,量下一对比,细思极恐,希望小崔在揭露明星偷视的同时,一定要注意安全。 和明星议员们一举一动备受关注,收获至最精密相比,这几天,在北京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。 600多名中科院院士,700多名工程院院士相聚北京,这才是真正的巨星云集。 。 然而,这些改变中国的巨星们却很少有人关注,热搜上更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和身影。 这些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最该享受天价报酬的的科学家们,有的至今还急着自行车上班。 。 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,为了祖国不受欺负,他们不图报仇不计名利,满头青丝变白发。 他们收入不及明星艺人们的千分之一,但他们才是中国的伎俩,他们才配最高的薪资和拥戴。 。 如果不是崔永元爆料,我们不知道4天6千万,我们也不会知道明星夫妻7.5个亿,我们老百姓只知道老老实实上班,老老实实缴税。 而这些日进斗金的明星巨富们在日进斗金的同时,却在入挖祖国墙角,掏空中国的事情。 试想,如果一旦这些营人们把钱捞够了,一有风吹草动直接移民走人,留下一个被他们掏空的中国给我们老百姓,那才是最可悲的事情。 。 王阳补劳为时不晚,希望我们的监管部门和职能部门都能切实履行其职责,抓紧把窟窿补上,把这些曝光的蛀虫们都挖出来。 天网灰灰,在网络化的今天,有些丑恶是掩盖不住的。 小编导就说过,无论是小崔爆料娱乐圈偷税是因为个人资源也好,伸张正利也罢,但只要能将偷税大幕揭开,为国家挽回损失,为社会清除毒害,全国人民就支持他将这种街坯进行到底。 虽然,因为力挺崔永元曝光娱乐圈偷税事件遭到了范冰冰状告侵权,星号遭受违规黑手,但我们将不具压力,将曝光进行到底,我们要让小崔知道,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 因为,小编知道,挖出这些蛀虫,不但是为了国家,更是为了我们自己。